你知道吗?鱼缸除了能养鱼还能养水母 大家好,这里是一二水族 现在养一些普通的观赏鱼啊,确实有点乏味了 好多鱼有想着说养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要不然怎么会有人养那些什么恐龙鱼啊,食人鱼啊,这些另类的鱼是吧 前几天晚上不是用那个鱼缸养炉丁鸡就狠狠的火了一把吗 咱们也弄点不太普通的,直接不养鱼了 给鱼缸弄一堆水母算了 大家有没有玩这个海缸的 如果说有这样的经历用鱼缸养水母 那就非常轻松了 因为我们所说的鱼缸养水母都是海水里面的 大家就不要想着用淡水养水母了 目前我知道的淡水水母就是这个桃花水母 而且是极其稀少的保护物种 那咱就别没事找事了,对不对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赤月水母 整体看起来肉质比较厚实 样子比较可爱 在好看的基础之上,它还比较便宜 咱们弄一个30厘米的小鱼缸 就可以养几只水母了 放在桌面上是不是很吸引眼球呢 关键是现在人工养殖的很多水母都是无毒的 身体也不带电 对小孩没有任何影响 我们可以放心的去养 总比家里面养一群这个食人鱼或者说弄一只这个兰欢章鱼 要放心的很多,对不对 不说那么多了 水母挺好玩 比好多观赏鱼还容易入手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